發揮都會去合理預估未來五年的獲利 你會想天哪我連明年的獲利是多少都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這公司未來五年是什麼 沒關係你去投資 你去投資 腦袋決定口袋口袋決定自由 嗨大家好我是楚狂仁 歡迎收看財富狂奔 去年台股的表現很好 然後聽說這個平均每個投資人的台股賬上獲利是有到112萬 不知道大家是拖累的還是說你是有把整個平均拉高的 反正就是希望大家今年都會更好 今天我們節目是要來介紹一位價值投資達人 他是巴菲特的信徒 他獨創了一個三好一公道選股數 這一套的選股策略幫他帶來去年超過三成的投報率 所以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專職投資人碧卡胡 來節目裡面跟我們分享一下 什麼東西叫做三好一公道選股數 然後要如何用他來找到基優成長股呢 歡迎今天來賓碧卡胡老師 楚大家好各位來賓大家好 好老師第一個問題就是想要請教你 就是說你去年的績效有超過三成嘛 然後聽說是你是用就是巴菲特的這個投資的精華去研究之後呢 然後去弄出來你自己的這一套三好一公道的選股數 你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OK好那我先說明一下去年我老婆的賬戶報酬30多% 那我自己的賬戶報酬不到30% 雖然兩個賬戶都是我在操牌 那你知道為什麼這個績效會有這樣的差異嗎 所以你有配置其他的商品嗎 選股都一樣 所以後來我想到其實主要是 我老婆的賬戶重點是要獲利嘛 我只要跟她交代大於定存就好 可是我自己的賬戶我又想不斷操作 又想長期投資 反而報酬就沒那麼好 有時候股票一賣就追不回來 就賣費 對 所以好 所以股票投資的話 其實有時候耐心比選股還重要 這是我的經驗 那再來講到三好一共的選股數的話 你知道巴菲特最重是哪個財務指標嗎 ROE嗎 欸沒錯 那巴菲特的話 他認為最重要的財務指標是ROE 股東權益報酬率 那他除了選股這樣之外 他要求自我要求也是這樣 他有寫播客下股東年報 他自播客下股東的一封信 第一句話就是我今年為股東賺多少錢 第二句話就是我經營播客下 今年的股東權益報酬率是多少 而且他在1987年有揭露一個打敗大盤的選股方式 而且只用一個財務指標就是ROE 只要10年平均的ROE大於20% 而且沒有任何一年小於15%的話 有9成5的機率可以打敗大盤 那我有驗證台股的兩個時期 其實用ROE10年大於20%沒有一年小於15%的話 大概有8成到9成的機率是可以打敗0050的 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都把巴菲特搞錯方向了 他說的ROE大於是指未來的ROE 也不是過去的ROE 我怎麼知道未來10年的ROE 沒錯 這就是個股操作難的地方 所以我們如果今年要選股的話 理論上我們要看 2024年到2030年的ROE 是不是有辦法長期大於15%到20% 那可是我們說過去是好學生的話 其實未來是好學生的機率還是蠻大的 比較高 沒錯 所以我們用歷史資料來看的話 也是不失為一種好的參考指標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本益比要合理 那其實巴菲特在選股的時候 他的本益比幾乎很少超過20倍 比如說他在買可口可樂的時候 他的本益比大概17倍到18倍 那他在重壓蘋果的時候 他從買進12倍的本益比 一日加碼加到17倍左右 15倍17倍 那甚至他2020年買日本五大商社的話 本益比甚至不到10倍 所以就算是好公司也不要買貴 他比較不會去買那種 就是太高科技的成長股 沒錯沒錯 那我回過頭來講說 我去年最主要 貢獻我的獲利的話 主要是四檔個股 台積電 蘋果 NVIDIA 輝達和微軟 那像台積電的話 本益ROE的話大概29%左右 你看也是大於20% 那蘋果的話 蘋果更高 微軟的話大概39% 那NVIDIA的話甚至到70幾% 那你知道蘋果有多誇張嗎 蘋果的ROE是大於100% 所以大家可以看ROE高的話 基本上ROE就代表未來獲利的成長性 所以是一個蠻重要的財務指標 那第三個就是每股盈餘要成長 因為我們有時候怕股票一買就套牢 或是接刀接到手軟 所以有時候獲利不如預期的話 我們最好等它回升到正成堂的時候 我們再介入會比較好 就不需要買到最低價 對對對 就等到比較安全的時候再買 沒錯沒錯 這樣我們的心情波動可以少一點 那最後一點就是 淨負債越少越好 淨負債就是公司長短期的銀行借款 減掉它本身的現金部位 那基本上台股 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 穩健經營 有一千多叫它的淨負債就小於零 可是這是一個保命符 所以既然很多公司都沒有淨負債的話 我們就不要挑那些負債比很高的 就像中國大陸恆大 碧桂園這些會倒 主要就是因為負債太高 所以這四個選股條件的話 可以讓我們不一定可以找出標股 可是只好我們可以找出 比較平安穩定獲利的好公司 是可以講說很有機會贏過大盤的好公司 不過這個只是一個選股的起點而已 但我們後面還要需要其他的過濾條件 才能夠從挑到好公司 變成真正的一流公司 OK 所以你剛剛講的這邊有四個條件 那現階段的台股有哪一些股票 是符合你這邊講的四個條件 OK 那跟各位報告一下就是 目前台股的話大概1700多檔 如果符合ROE 長短期都大於15%的話 大概有120檔而已 那如果單獨看本益比小於20%的話 本益比小於20倍的話大概有600檔 那每股盈餘有成長的話大概400檔 可是算交集的話 就剩下35檔而已 35檔的話如果我們為了避免 股本市值太小的話 如果市值100億以上的話 我們再挑出來就變成剩下這15檔 所以全部買 沒有 那巴菲特條件是什麼 他認為 精挑細選的一流公司才是真正降低風險 所以他要精挑細選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這邊有35檔 巴菲特認為說一年只要挑到一兩檔的好公司就夠了 所以這標準是不是很低 像我的話 上面這些的話 像材料KY的話去年大概漲了5倍 新項的話去年大概也是翻倍漲 那台積電目前也是在這三好一共到裡面 那像這裡面的股票的話 我大概目前持有也只有台積電而已 因為要研究一檔的個股 其實需要花蠻多的時間 那每個人不可能樣樣精通 OK 所以說除了三好一公到選股數以外 還有一個是一流投資架構 這也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OK 所以我們剛剛有跟褚大報告說 三好一公到只是選股的一個起點 而不是一個終點 所以我們藉由參考巴菲特 巴菲特投資股票從11歲開始到現在90歲 已經80幾年了 所以依照他對公司的領悟的話 他要講到一個重點 用便宜價買進普通公司 不如用合理價買進一流公司 而且他說投資很簡單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你只要精挑細選一流公司 然後用比內在價值低的價格去買進 而且這家公司的經營者能該有值得信賴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 只要報警處理就好 報警處理 對 那所以我們很簡單講的話 其實投資的話就是找好公司 等好價位 大賺小賠 對不對 所以我們重點是要看我們了不了解這家公司 所以重點我們不需要了解每家公司 可是我們投資的這家公司 我們一定要比賣方更了解這家公司 比如說我在買這家公司的話 的股票一定同時有幾百個人賣出這張股票 那我們怎麼知道我們是對的 對方是錯的 怎麼知道 就是要深入了解這家公司 那巴菲特認為說最好的材料是什麼 就是這家公司的年報 所以巴菲特在2003年投資中國石油公司的時候 他只有看他兩年年報就投資了11億美金 沒有做其他事情 所以你就知道了解這家公司非常重要 那他投資日本五大商社的話 他只看日本的世紀報 他就去投資了 所以了不了解這家公司很重要 那第二個是這家公司是不是好公司 重點就是要看他財報 我們投資不只是講故事 還要看數字 所以財務數字的話很重要 像巴菲特之前 前年不是有投資台積電嗎 我相信他把台積電30年的年報和財報都看過 這個是我們比較沒有那麼多精力去做 你說哎呀看年報和財報那麼複雜 我們用那麼多美國時間怎麼辦 那巴菲特的建議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去投資 S&P500 ETF就好了 所以大家有時候不要 所以大家有時候不要為了5% 10%的多的報酬率去投資個股不見得划算 還不如投資ETF 尤其是市值型的ETF 也不失為一種好的方式 那第三點就是這家公司未來還是好公司嘛 那就是看這家公司我們護城河嘛 巴菲特講的 那怎麼看護城河呢 最主要就看他有沒有定價權 譬如說前一陣子有個新聞 法國加樂福聚賣百事可樂 為什麼 因為百事可樂要漲價 所以就表示百事可樂定價權沒有要想像那麼高 那去年的話LV也漲價了嘛 有沒有人講話 沒有啊 大家還是排隊去買進LV的包包 賣不掉 加價賣 這是鐵則 對 所以兩家公司的定價權就差異非常大 所以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找未來ROE居高不下的一流公司 那除了ROE這個量化指標之外 什麼是一流公司呢 它也有三個指標 一個就是好的企業文化 好的商業模式 和好的經營團隊 所以投資個股 其實真的很多沒沒咖咖並不容易 OK 所以說你像剛剛講的好公司 是 它是有一個精確定義嘛 因為好的經營團隊 然後這個其實也 或者企業文化 這其實也有點太主觀了 沒錯 除了這是一個好問題 所以我們知道 投資的話量化和直化都一定要考慮 量化比較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財務指標比較沒問題 直化這個指標的話 很難量化 可是並不代表它不重要 所以就變成我們要自己多做功課去了解 所以像我一年可能研究十幾二十家公司 可是真正買了可能只有一兩家公司而已 就不知道花了那個時間經歷比較多 你會自己打電話去公司嗎 會 然後有沒有什麼心得 其實公司的股東會和法術會有時候我都會參加 然後有時候法術他講的我並不是很清楚 我甚至會打電話去問 沒有錯 因為我知道是有的會講得很保守 然後有的是你怎麼問他都他都不理你的 那我的心得就說最好自己先做功課 比如說我不會問他說 明天會不會漲 明天會不會漲 這一定不能問的 就是說下個月的業績怎麼樣 或是這個財報如何的話 我會先說這個財報為什麼這是240億 那你原先預期的話不是會到300億 給他一個數字來討論的話 他會比較願意來回答 就表示你有做過功課 不過巴菲特也提到一點就說 你要投資股票的話 最好是你願意把你的女兒 嫁給這家公司董事長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 那除了找好公司之外 在接下來才是看是不是好價位 所以巴菲特一定先找好公司再看好價位 那我們怎麼知道 這家公司大概價值多少呢 巴菲特會去合理預估未來五年的獲利 你會想天啊 我連明年的獲利是多少都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這家公司未來五年是什麼 沒關係 你去投資標普500ETF 你去投資0050 那你如果要真正找好公司的話 你就必須自己做這個功課 那第五關的話 現在下手風險高不高 我怎麼知道現在買高點還低點 巴菲特認為說最理想的情況 你認為這家公司值200塊 你用100塊去買它 而且它未來五年會賺到400塊 這當然是理想值的 那就變成說你後面要怎麼去做的話 你要拉高它的安全編輯 老師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問 因為像輝達這種就是高速成長的公司 想像裡面應該是巴菲特不會去碰 沒錯 為什麼你會去買 這是個好問題 所以輝達的話 是我2017年我參加Computex的時候 我那個黃藍序來演講 我就發現這個公司老闆成績不錯 而且公司ROE其實是蠻高的 它唯一不符合是本益比比較高 所以為什麼我蹊跷不如我老婆的原因之一 就是輝達後來50倍 100倍本益比我就賣掉了 所以這也是在考驗 你對這家公司的耐心和信念 而且像輝達這種 你怎麼可能知道它的未來價值 或者是它每年 這樣往上成長 比如說你問我說 我買輝達的時候 我知不知道今年TrackGPT 去年TrackGPT那麼好 我完全不知道 我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這很難估 所以這也是我們投資個股的樂趣之一 就是還是人生中要有一點不確定 然後才有才有那個 真的是有被你壓中的時候才有那麼喜悅 所以這另外一點也涉及到 我們不能單壓一支個股 最後一點 他說如果賣進賣出時機的話 Fapetex就66大順 你最好用六折價買進六檔個股 而不要單壓一檔個股 六折價買進六檔個股 OK 所以最後我們就是 我們投資個股的話 或是投資ETF 我們重點不要賺那十幾二十%的銀頭小利 像巴菲特他都賺倍數的 所以比如說像蘋果的話 大概賺了五倍 那可口可樂大概賺了二十倍 最近雖然比亞迪他一直賣 也是賺二三十倍 所以我們如果有耐心有信念可以抱得住的話 會比波段操作賺得更多 OK 老師那剛剛你講的比較多是選股的一些方法 那除了選股以外就是買賣點的判斷 那買賣點的判斷有什麼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OK 買賣點的話其實我們依照巴菲特的操作 股票操作經驗的話 我們覺得主要三個時機 一個股市大跌 一個好公司遇到倒霉事 一個好公司不受青睞 那賣出時機的話當然是自己看錯 比如巴菲特前年第三季買進台積電 第四季就賣掉了 因為他認為台海風險比他預期還更高 那另外就是公司變壞了 比如說富國銀行後來有詐欺客戶的情況發生 他就有給他賣掉 那股價要受貴這個比較難界定 比如說剛剛楚大問的NVIDIA 我50倍本一比賣掉算不算股價太高了 對啊這個很主觀 沒錯沒錯 所以這一點某到後來的話 我說明這點會保留 可是發現更好的投資標的 這點後面可以跟楚大報告一下 所以我就以三個例子來看 我怎麼樣用上面的買進賣出時機 比如說在2018年底的時候 剛好那個礦機大跌 那股市也剛好大跌 那我就有機會要考慮買蘋果輝達或是台積電 那我就沒有買台積電 因為我發現蘋果的商業模式更好 因為他不用投資那麼多錢去買工廠 所以這兩檔我都剛好有買進 而且價位剛好都在38塊左右 所以你看到現在一個漲5倍一個漲10倍是不是很好 那你知道楚大賣掉哪一檔嗎 你一定是賣掉漲比較多的那一檔 沒錯 還是楚大了解人性 所以輝達在2020年前他就漲了一倍 哇漲一倍 我就賣掉 而且剛好碰到新冠疫情又跌了25% 我就發現哇 有買回來嗎 沒有買回來 這個時間點沒有買回來 哇他就漲到300塊了 所以又痛心疾首 還好後來疊到這邊的時候又給他買回來 OK 那我去年為什麼績效還令人滿意的 其中一個關鍵點就是 我2022年有買阿里巴巴 他從 然後又 當然是換成輝達 他從300塊 疊到200塊以下 我發現機不可思耶 疊了那麼多 結果沒想到腰忍之後又膝蓋窄 又漲到100塊以下 腳踝去 對對對 我就從180買到70幾塊 那最後中國大陸不是說共同富裕嗎 我就聽不懂什麼叫共同富裕 後來就把阿里巴巴賣掉 然後就再買回輝達 所以彼得林區說你通常一檔個股賺最多的是 第二次買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你對他了解更多 所以你看我輝達 38塊買可是79塊就賣掉了 就算最後130塊再接回來 也是從10倍股變成一個 一連安打和四連安打 中間損失很多機會成本 可是至少 我賣掉阿里巴巴接回輝達的話 這個差異就很大 如果沒有做這個操作的話 去年績效會比較不如預期 所以讓你再選一次 你會輝達一路報到地老天荒嗎 不是再選一次 我現在就已經還報到現在 我聽說就是可能接下來五年 你會不會想說 哎呀我之後再發生任何事情 我都不會把它賣掉 目前有考慮這樣 目前我蘋果 比如說蘋果就從2018一直報到現在 那匯醫達我從前年接回來之後 我基本上也是報到現在 希望不要再賣出去 當然我的戶頭有賣掉一些了 那我老婆戶頭就比較沒賣 所以她的技巧比較好 那當然另外一點就是郵差總案兩次零 我們剛好講的嘛 所以我2018年底沒買台積電 可是到了新冠疫情的時候 我賣掉輝達了 有剛好有接一些台積電 所以算還不錯 那到了 400塊以下在買 對 這為什麼我跟我老婆 奇小操作差異的另外一個原因 到了400塊以下的話 我就勸我老婆把黃金存責賣掉 賣黃金來買台積電 那時候剛好最低有買到374 那幾乎是最低了 最低大概370左右 所以已經一路接到 把其他的資產都拿來配置 來加碼台積電 所以你會說黃金殼你賣的時候 一千七現在已經兩千了 可是重點台積電從370幾 漲到現在的話其實漲50倍 所以那個機會成本還是划算 50% 對抱歉 好 那我們最後有一個網友問題 網友的提問想要來請教老師 有個網友說 他大概15年以後要退休 除了每個月就是有勞保勞退 希望還沒有倒 然後就是除了這個以外 他自己應該也是很不踏實 所以想說自己還是要靠自己 可以創造一些退休後的被動收入 每個月他可以再投入2萬塊的情況下 他到底應該定期定額去投資金融股呢 還是投資高股息TF呢 那如果說是金融股要投資哪個 然後高股息又要投資哪個 要請教老師 好 這位網友的問題很好 他要 我們投資存錢的話 退休要趁早存我們老本 所以我建議他可以拉長成20年的話 來累積我們退休金會更穩穩當 那比如說0056高股息的話 他雖然去年報酬率有到達56% 幾乎是0050的兩倍 可我們投資不能只看一年 例如0056的話 從2007年成立的話 到現在 雖然前面五年幾乎報酬率都大於0050 不過長期來看這15年的話 0056的報酬率大概100% 可0050的話報酬率有200% 那如果連本代曆的話 如果我們在2007年底 各投資0056和0050100萬的話 0050會變成380萬 0056會變成280萬 相差100萬 所以建議各位如果要長期投資的話 最好還是可以考慮市值型的ETF 那另外金融股的話 我們經過歷史數據驗證的話 其他的績效也是不如0050 所以有兩個選擇可以給各位 比如說像巴菲特 唯一推薦的就是標普500指數SPY 那當然台灣市值型ETF的話就是0050 我們來看如果你定期定額20年的話 每個月投資2萬 比如說如果是1萬SPY 1萬0050的話 假如連貨報酬率有8%的話 你投資20年下來會有1200萬 那如果你退休之後用4%法則 每年的話你第一年都還可以領48萬 所以基本上這會是一個比較不錯的方式 可以推薦給各位 當然最後再補充一點 投資要趁早 為什麼呢 我們在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你如果定期定額30年 每年投資1萬的話 和定期定額10年 每個月投資3萬的話 同樣都是投資360萬 可是你如果早點投資的話 投資ETF 定期定額10年的話 你只有領到500多萬 可是你如果30年定期定額的話 你可以到1500萬 這怎麼講呢 換句話說 如果你50歲開始 每年定期定額投資到60歲 和你從30歲開始定期定額投資到60歲 同樣的金額獲得的報酬會差異很大 所以建議各位朋友投資要趁早 謝謝各位 好 今天謝謝來賓來分享他的操作心得 你看完覺得有收穫呢 記得要按讚並且訂閱起來 每週1和6的晚上8點 我們準時在YouTube頻道 財富狂奔節目和你再見 Bye Bye